现在是跟河当地时间的早前 九点半 然后这台车呢 我们是特意昨晚冻了一宿 然后在这个地方也没有暖裤 然后呢 我也没有去启动驻车加热 就想让它在这种极低的温度情况之下 我想试一下它的柴油到底启动如何 然后同时呢 我想试一下它的驻车加热器启动情况如何 走咱们看一下 还行 这后改的这个液压顶杆没有被动爆 可是我一直担心它液压顶杆会不会被动爆的问题 然后这个现在驻车加热器启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驻车加热器现在还没有给发动机暖机 然后咱们直接再启动一下发动机看看效果 因为动力一小 发动机确实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启动 然后呢 能明显听到发动机 马达带动发动机那个声音 已经已经非常非常的吃力了 这个电瓶其实它电容量还是很大的 因为昨天晚上我们还用了一些电设备 那个包括给设备兴电啊这样的 所以其实它能带动这个正常启动 我觉得已经鼓励了 哇 给个赞给个赞 这是龍口中明像的元质 这个期间就只能把人独身给你 Untertitel的专uko 核心 但是这里不是这么长的 现在还没给设备充电 而且有数据兽 Final